水下长时间憋气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家长你也不要去鼓励你的孩子 去做这样子的练习 认为说在水下可以憋5秒、10秒、30秒、100秒 非常的厉害 你知道吗?有一个危险动作 或许你和我都曾经做过 但这个动作却被美国的CDC正式发文警告 纽约市健康法里头 明文规定必须在所有的泳池里头 警告这个动作的危险性 但是在台湾 很多家长却认为 如果小孩子不练习这个动作的话 就不会学会游泳 甚至于很多的教练还专门发文 教大家如何做这样子危险的动作 却没有提到它的危险性 今天这个影片让你花5分钟可以了解 做这样子的动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水下长时间憋气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而你先进行的超呼吸或者是过度换气之后 再进行水下憋气更是危险 家长你也不要去鼓励你的孩子 去做这样子的练习 认为说在水下可以憋5秒、10秒、30秒、100秒 非常的厉害 希望你也能够把这个影片 转发给你的各个亲朋好友 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为什么在水下长时间的憋气会是危险的呢? 因为这很容易会引起缺氧昏迷 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浅水昏迷 所谓的浅水昏迷 顾名思义就是在水很浅的地方 产生的水里晕厥的状况 通常是只在5米以内嘛 所以这就是跟我们一般以为说水要很深 才会引起溺水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呢其实潜水昏迷不一定是在水很浅的地方才会产生 为什么在水下憋气是危险的行为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人体对于两个重要气体会产生的机制 一个是氧气 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 我们一般如果人是在海平面 如果你正常呼吸的话 人的氧分压在这时候是会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 那如果你开始憋气的话 那你身上因为各种器官会消耗氧气嘛 你氧气浓度就是氧气分压就是开始逐渐下滑 那等到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就是有超过某个法子的时候呢 你人就会晕倒 那如果说你恢复正常呼吸 你身体的氧分压会逐渐回到正常的值 另外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当人开始憋气的时候 身体的二氧化碳浓度会不断的上升 等他超过一定的法子的时候 他就会送出讯号 让人觉得非常想要呼吸 这是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想要在陆地上 藉由憋气来自杀的话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憋气憋到你晕倒了 这时候你的身体 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超过那个法子嘛 你身体会开始自主的呼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超呼吸 在做水下憋气的最大原因 采用了超呼吸或过度化氧气 会让你身体的二氧化碳大量被排除 于是你身体二氧化碳的分压 会远远低于正常的值 在夏浅或是浅水游泳的时候呢 你都不会觉得有想要呼吸的冲动 这样会让人在水下 因为氧气太低而晕厥 在这个之后呢 你才会达到想要呼吸的那个二氧化碳分压 这时候人开始自然而然的呼吸的时候 就会吸进了大量的水 因为这时候是在水下 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是 当身体里头的氧气过低的时候 血液的pH值会下降 低于7.2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引起心脏的失常 这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在水里头 产生心脏病发而晕厥 还有一些人会在水里头想要把自己 就是憋到宝来创造他的记录嘛 那这样子极端的憋气状况呢 其实会产生其他非常复杂的生理状况反应 有可能他会有癫痫的状况产生 他可能会心脏骤停 甚至于是猝死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要把这些人救回来 其实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还有另外一个常见造成潜水昏迷的状况 是深度的改变 这比较容易出现在自有潜水员身上 比较常见是他们在下潜超过10米 然后又待的比较久的时候 但不一定是10米啦 就是他身体的氧气 其实已经被消耗的很低了 可是因为水压的关系 让他身体的氧气分压 还维持在不会昏倒的范围 可是随着他上升 他身体承受的水压就是迅速的减少 于是他的氧气分压 当然也是迅速的减少 通常是在他接近水面 或甚至他已经浮出水面的时候 他的氧气分压达到了那个领界值 之后就像这样毫无症状的昏厥 如果他有一个负责任的前半 在这时候即时产生救援的行动的话 其实不太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较容易产生状况是 他的前半没有在这时候看着他 他又沉入水里头就造成溺水 缺氧昏迷潜水昏迷 这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个陷阱 会产生在重复憋气的这些人身上 因为他身体在重复憋气的过程当中 他身体已经是缺氧状态 这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甚至还有把头 就是露出水面来呼吸过 但是他没有吸到足够的氧气 然后他有可能就是又继续下潜了 从他的头露出水面的呼吸开始的60秒 其实是决定他生与死的关键 如果说在这60秒内 他有补充到足够的氧 可以让他身体使用的话他就OK 但是如果他身体的氧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充 他有可能下一秒他就昏厥了 或是说他决定在下水去憋气 或者是游泳潜水 那这个人就会在水下昏迷 不管是你或者是你的小孩 你的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以下三点的安全建议 第一 绝对不要在过度换气或者是超呼吸之后进行水下憋气 因为这样做会让你感觉不到你需要氧气 而进而在水里直接昏迷造成溺水 第二点绝对不要进行任何的水下憋气比赛 或者是在水下一口气游更远的比赛 第三个每次的游泳都一定要游班 而且要彼此密切注意对方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去急救一名潜水昏迷的患者 他直接在水里头昏迷 所以他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可能在水面上或水底下 你可以试着用水泼他 或者是用手去摇摇看他的手臂 如果他真的没有反应的话 就赶快对他进行急救 请你大声的叫 叫救生员 叫附近的民众帮你打电话给119 然后你们要赶快把他这个人从水里头拉出水面 如果他脸上有面镜啊 呼吸管啊 挖镜这些东西都赶快摘除 可以一边轻拍他的脸 一边对他的脸吹气 然后一边大叫他说 某某某 赶快呼吸 某某某 看能不能把他叫起来 如果他短时间内都没有回应的话 你要赶快把他的呼吸道打开 并且开始直接做人工呼吸 这个步骤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这几年的急救 虽然对一般民众版都是推要叫叫 压压一点 但如果是溺水的话 人工呼吸对溺水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对他做人工呼吸 然后接下来再做CPR 如果你要在水里头拉到岸边 这一段路是比较远的话 请你记得每隔五秒就要对他人工呼吸 在迅速的把他拉上岸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一般的CPR加上人工呼吸 也就是30个压胸配上两次的锤起 一直到有人拿了AED过来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把他接上AED 所以口诀就是叫叫吹压点 希望你们都记起来非常的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